学生最期待的暑假就要到来 不过每年长假 学生因为疏忽意外汉事频传 为了降低学生暑假发生事故的几率 基隆市警察局少年警察队 22号特地来到基隆原住民会馆进行宣导 同时也呼吁家长多关心孩子 因为暑假期间青少年 他们没有课业的压力 所以会有许多空闲的时间 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会遇到一些诈骗集团 利用青少年无知 然后诱骗他们 所以我们也会希望说在这段期间 所有的家长可以多多关心 多多陪伴自己的子女 一名少年跟母亲一起来到现场 希望透过宣导提升自我对毒品的认识 从而拒绝外界诱惑 就妈妈说想让我了解 就是尽量多学一些知识 就是关于青少年会接触到一些朋友 毒品或什么之类的 像那种青少年会 就是有一些会统才这些互相的那种 就是比如说他叫你做什么事情 就是说为什么我也要一起做那种 当地社工也提到 每年7到8月旅居基隆地区的阿美族人 陆续开始举办封年祭 将与警政单位合作扩大宣导范围 那我们会利用15个地区办理封年祭的那个时间 跟那个场合我们去做相关的少年犯罪防治的宣导 那警方这边也会受邀请 那我们就一起结合 警方呼吁青少年们 无论是暑假打工 细水务必要多加留意 未满18岁不可进出深色场所 警方也强调在暑假期间 对于犯罪热点将会加强巡逻 查气不法 原期新闻是许江荣基隆市采访报道